但是用了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啊 成功把下方选手的这个宠物是击杀了 可惜没有击飞啊 但是你这个上方选手 你现在你赶紧回血吧 你这个再不回血 这一会儿他复活起来 你就不占优了 回来2000多血 再度控人物 但是没控上啊 宠物虽然被复活了 但宠物还是这个麻痹状态 被套了镜子 把他的守护 能不能破完 哇守护加光 这破不完了 好在这最后一下也没打宠 这种情况下的话 没有帮这个下方 把宠物的血给他回上 那么这会儿的话还是在这个集中打这个宠物啊 下方选手是果弹 选择了换宠啊 毕竟的话 你现在这个战场属性是水属性 我刚才换着水属性来克制你啊 跟你属性一样的 被转了属性 互控了一波 这个上方是控人 下方是控宠 控完宠之后 转向打人 那么这下算是控上了吗 没控上 但是人物也没出手 说明很可能是控上了 但是呢 人了他的时候 这个控制状态又消失了 那这下是真的是控上了 哇塞 这个双方的话都是残血状态 这个战斗已经打得这么激烈了 这都是一个残血 残血状态 而且这个这个血线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相对而言 我个人觉得 上方还是占有点优势的 哇塞 我说话一高落 这下方选手就被淘汰了呀 这个我们只能 非常遗憾的 这个目送这个选职队了 选职队的话非常可惜呀 这个在即将杀戮这个 前几名的时候的话 这个被淘汰出局了 我来看看这个场内的 这个情况啊 现在的排名 场内情况现在的话是 谢伯伯的话 第一名 谢南南的话第二名 那么第三名的话就是小南瓜 那么现在的话这个 胆小的谢伯伯的话跑了 哎呀我的个去呀 这个谢伯伯选手的话 很有很耍炸啊 这位选手耍炸 他为了避免这个对方 利用别的选手这个获得分数啊 干脆选择了把两个号全给他逃出去啊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他如果在那边拼 那两个全输了的话 那他很有可能掉出前三名啊 所以他就干脆选择把两个号全部 全部撤离啊 他撤离之后啊 如果下一场战斗啊 这个小南瓜选手获胜的话 那么他小南瓜选手是三分 他拿第一名 那么谢伯伯和谢南南就可以 拿到两个第二个名和第三名 如果这个 如果这位这个大头选手他获胜的话 那么他要看他自己的分数啊 他如分数不到两 他如果是一分 他现在没在排名上面 那他如果是只有一分的话 到两分 他也拿不到名次 只能拿个优胜奖 那最后在场地内那个就是优胜奖 他如果这个 呃 本来是两分 那他大不了撤上去 他拿第一名 那这样的话 谢伯伯和谢南南那位同学的话 他两个号 无论如何 他只要跑离了 不打 谢伯伯和谢南 他无论如何 至少能拿到这个 呃 两个 呃 两次 两个奖项啊 所以他的这个举动啊 是非常明智的 否则的话 万一他这个跟那两无先手打 万一他那两号全输了 结果他就 全被淘汰了 那不悲计 那么就看这个最后的大决战了啊 最后的决战对于小南瓜选手来说 也是比较划算的 他为什么不跑呢 他如果跑了的话 他拿不到优胜奖啊 因为优胜奖和前三名的这个奖励是可以给夹的啊 希望你赢 大头一的话 加油 你赢了我 大哥下次你先跑 让我进决赛 我要打大头 是吧 就问这个右边未来这位学生 他可能他天真啊 善良的这个以为这个谢男男谢伯伯啊 他是掉线的 那我只知道他太天真了 那那就掉线吗 那叫战略转移啊 那叫转力性测退 那那位大头一选手的话 这个拿宠物开刀啊 可能是想要这个采用这个打宠的方式啊 那他现在这个宠物是不占优的啊 属性啊 现在占优了 哇塞 非常老的 非常老练啊 在这一回合的话 果然没有选择打宠 我是选择了那个打人 如果这刚才那个套了个镜子 刚才那一下如果打了宠的话 直接就飞啊 哦 哎呀 石化 哎呀 这有点猛啊 这石化 逼对方幻虫 套了个水属性 打了两千多血 有点给力的 差点忘了啊 在手机上面这个 嗯 手机上面现在 现在都是同一场啊 都同一场 咱们手机上就不看了 手机上就看看场外的情况吧 那场外的话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在这边看